大家好,我是阿叔 我们从大佛塔出来 继续漫游 游荡在 大佛塔周边的社区 带大家继续欣赏 南亚 南亚的世王世贸 人文中情 来这里还没坐过他们这个 方条车 咱们现在准备体验一下 小王真是厉害 真牛 小王是学语言是有天分的 一般的人来这里 就没法看他们的文字 更没法听他们的语言 讲他们的语言 但是我们的小王同志 就有这个能力 我们小王同志 留到 会讲 更不知道啥意思 会听 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要看 这段隐私就藏起来了 一般的快递小哥 他们好辛苦啊 背着快递走啊 不明白他们 为什么不搞个什么呢 像国内的那个 三轮 三轮电单车 现在坐着双条车去移民局 我的护照到期了 要去去一下 不知不觉间 来尼泊尔快三个月了 我们可以续两次 每次一个月 也就是说总的可以在这里待五个月 阿叔待个五个月 那继续浏览地球 阿叔的下一站 马来西亚 希望在马来西亚 可以预约预见你哦 马来西亚 再往前 将会 往欧洲方向走 这里就是移民局办签证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的时间呢 是接近下班的时间了 人不是太多 小王同志在帮我操作 引起签证申请 签证延期 一个月 办理完毕 出来 走到这里 这里相当于是他们的国家公务办公中心 正前方就是泰米尔区 泰米尔区 泰米尔的那座白塔 这里可以看得见 泰米尔实在太拥挤 看看这里也蛮不错的 宽敞的街道 这在泰米尔老城区 无法想象 这是他们的游乐场 游乐场 下面有个蓝色棚子 这个蓝色棚子 可能有两公里长 下面就是 他们的平民购物中心 蓝色棚子 可能租金比较低吧 所以物价也就比较低 进去看了以后 感觉还不那么差 每年 也算干净整洁 也没有明显的异味 也没有明显的异味 也不是明显的热 那就是星空塔 感觉还可以 里面的山坪也不是说很低淡 也都还可以 前面有一座塔 清真寺 本来还想上去看看呢 1000卢比 这是他们的高点 可以看 俯瞰全城的地方 后来去侯庙逛了一圈 发现也就没必要了 在侯庙也可以看全城 看高点 这前面有一座清真寺 或者说是两座清真寺 挨着的 好了今天就到这吧 欢迎大家跟着阿苏的镜头 再继续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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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看世界